就如孔明的《龍中隊》所設想的一樣 現在的遊戲《家用機領域》 基本就被索尼 微軟 任天堂這三家給三分天下了 但就像三國前期群雄歌劇一樣 遊戲《家用機領域》在前期也是一片混亂 這些群雄大部分是遊戲領域的老將軍 但也不乏從其他行業殺進來的外來者 現在玩家們認為理所當人的索尼的PlayStation 在當時可算是個外來的攪局者 現在我們都知道索尼的PS已經是交通機領域 三足鼎立中的一足 但是任何一個外表光鮮的成功 背後都有著倒不完的艱辛 索尼的PS也不出例外 就是帶著這些艱辛PlayStation 陪著我們一起走過了23年 Gamker 雲同在大家好 我是念俊 我來旅行承諾了 之前我們賣的衣服做了個活動 就是在任天堂、微軟、索尼這三個陣營投票 而投票最多的陣營 我們會優先做一期視頻來回饋給大家 所以看到這期視頻也就知道投票結果了 另外Gamker前段時間不是設下語音視頻嗎 好像只有語音效果不是太好 所以以後會把10分鐘的語音測評做成簡單的視頻 放下來分享給大家 語音文字版也會保留 而Gamker傳統的將近30分鐘 更進一步探討遊戲文化的這個視頻 也會持續的更新 大家放心 同時關注我們微博的朋友應該知道 很快還會為檔節目出來 敬請期待 前面之所以說索尼在遊戲家用機領域是外來者 是因為索尼相比競爭對手來說 並不是傳統的遊戲軟硬件開發商 而是以家用電器為主的公司 所以哪怕是後來入局的微軟 可能行業的相關性都會更高點 畢竟微軟是做軟件的嘛 也做了不少遊戲 而索尼多少就有點局外人的感覺 所以正是因為索尼的業務太多 而且大多是和遊戲沒關的業務 我們就不去聊其他業務了 畢竟要聊整個索尼 那可不是一兩期可以說的完的 而且隔壁劉翔也做了一期聊索尼的視頻 做的也很棒 但是唯獨沒有細聊索尼的遊戲機 所以我們就把焦點關注在PlayStation這個品牌上 要聊PS 首先第一個關鍵詞就是PS之父 第1款產品 眾所周知 索尼的第1款產品是收音機 那麼收音機嘛 所謂是家用娛樂產品 後來索尼的業務拓展到了電視、學生廳、影音播放器 相機、攝影機等等一系的產品 再包括索尼音樂和索尼電影 所有這些業務會發現都是屬於娛樂性質的 不過其實索尼現在最賺錢的業務是金融保險的 如果按照利潤比例來說 現在的索尼集團算是個金融保險公司 但那屬於索尼集團的另一個事業部 我們這裡就先不包含在內 我們口中的索尼更多還是指從收音機起家 現在專注娛樂業的那個索尼 總之 索尼雖然有著強大的電子開發和製造能力 但一心就是專注於娛樂業 我們至今都沒有見過什麼索尼冰箱、索尼洗衣機 索尼空調之類的跟娛樂業無關的東西 所以如此專注娛樂的索尼進入遊戲領域 似乎是遲早而且理所當然的事情 你看遊戲機所需要的播放設備電視有了啊 音頻技術和CD儲存技術有了啊 音樂和影視等藝術作品的創作能力和發行渠道也有了啊 基本遊戲機所需要的養分本家都有了 那做遊戲還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嗎 如果換作是你 領導索尼8成會排版開發遊戲機 但是在當時這還真不是什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當時索尼全公司上下都堅決反對進軍遊戲事業 日文那樣很low 會有損索尼的高端形象 你看那時候全球主流也是認為遊戲是不入流的嘛 所以中國對遊戲的偏見人家過去也有啊 所以不用怕 觀眾會過去啊 總之全公司反對只有兩個人除外 一個就是後來的PS之父 九多梁木劍 也是他提出要進軍遊戲 另一個則是索尼當時的社長大賀頂雄 也正是有了社長的大力支持 九多梁木劍才能力排眾議開展這個事業 真的是好險啊 我們差點看不到PS這個 給我們帶來這麼多歡樂的品牌 不過就算索尼開設的這個業務也不是一番風順啊 一開始索尼是要和任天堂合作的 因為那時候九多梁木劍和任天堂3內服的關係還算不錯 任天堂佔領了遊戲機加用機大半的市場 而索尼掌握了CD-ROM等先進技術啊 合作對抗那時候另一個遊戲機巨頭4家的確是搞辦法 所以打算先是在任天堂的SFC上推出一款CD-ROM外設 然後再合作推出一款內置CD-ROM並且兼容SFC的遊戲機 那時候就已經確定了名字就叫PlayStation 這就是PlayStation的前身啊 但是現實的劇情往往比電影還要精彩 由於各種原因任天堂竟然單方面破壞了合作條約 在1991年的芝加哥電子消費台上 索尼剛剛公布了與任天堂合作PlayStation計畫 隔日任天堂就宣布和菲利普合作 開發另一款帶CD-ROM的SFC兼容器 並宣稱這樣的舉動與索尼的合作並不衝突 這就覺得奇怪了 菲利普怎麼又參和進來了 那是因為CD-ROM的技術是索尼和菲利普共同開發的 菲利普同樣也掌握了這項技術 並且同樣想進軍遊戲也 這就好比一個妹子憑藉自己的美貌 終於宣布要和男神訂婚了 結果男神第二天就宣布 要和同樣美麗的雙胞胎妹妹同居 並宣稱同居和訂婚在合同上並不衝突 要非說不衝突也無可反駁 但這對原來的妹子來說 其實打擊是天奔激烈的 估計連瓊瑤阿姨都寫不出如指苟雪的劇情 但是現實就是發生了 當然現在有人說是索尼一開始的合同有不平等的陷阱 但也有認為是任天堂背信棄義 到底誰對誰錯就不要再討論了 畢竟商業嘛沒有絕對的對錯 總之索尼因此陣交大亂 政治又想放棄進軍遊戲 而且這次是連一開始支持的社長都沒信心了 認為未來很難和任天堂這種老牌友軍企業競爭 最後還是九朵梁木劍再次與全公司對抗 又是在高層面前分析遊戲市場 又是分析競爭對手的優缺點等等 總之 總之就是費盡苦心才說服公司繼續進軍遊戲業 並建立了子公司S11 索尼電子娛樂 從此下決心獨自開發PlayStation遊戲機 甚至有了後來陪伴我們至今的PS 可見要做大事就要能有獨到的眼光 堅定的信念還能扛得住各方面的壓力 哪怕是在索尼這個已經很有創新和衝進的公司裡 至少在當時的索尼還是這樣子的 我們來看看那時候PS遊戲機是什麼樣子的 這個是索尼還在和任天堂合作時候的樣子 與SFC非常相似 手柄更是直接照搬 當然這個設計在宇人天堂破裂之後就夭折了 然後索尼經過了幾代設計 才最終變成我們熟悉的樣子 而PS的手柄也是設計了好多個版本 最初的版本簡直就是SFC的手柄上下顛倒了 慢慢才出現現在手柄的樣子 看看前幾個怪態一樣的設計 真是慶幸當初這些手柄沒有被採用 另外我們發現PS的LOGO也不是一觸而就 也是經歷了好幾個版本的迭代和篩選 可見九多良木劍對這個產品的用心 和重視 相比GAMP LOGO是我用10分鐘時間 畫完就直接訂稿的 讓我慚愧3秒鐘 總之索尼和九多良木劍 終於搗鼓出了PS 而PS整個生命周期的表現也不負眾望 雖然過程也並不輕鬆 但PS和九多良木劍也算是一戰成名 所以雖然後來九多良木劍有點膨脹 在開發PS3的時候堅決用難以駕馭的SELL處理器 導致PS3初期表現不佳 進而卸任了SCE社長這個職位 並被許多玩家嘲笑 但其實我們真的沒有資格去嘲笑 這個幾乎靠一己之力 就推動了一個偉大品牌的人 知之點點永遠比實際做事要容易 但哪怕不是索粉 只要我們還在玩遊戲 就應該對這位PS之父抱以尊敬和感謝 PS的初代發售的時候其實也是困難重重 PS3剛發售的時候由於表現不是很好 很多玩家就調侃PS這次完蛋了 不知道還會不會有PS4 說的好像PS3的局勢多艱難一樣 但是其實PS3初期的局勢 相比起PS1剛開始算得了什麼 PS3那時候好歹有PS1和PS2的輝煌成績做鋪墊 名聲也已經如雷冠鵝了 只要做好一些細節上的東西 就不會差到哪裡去 而PS1那時候要更險峻 首先兩個競爭對手任天堂和世家無比強大 然後是缺少足夠的遊戲陣容 那麼最後PS是怎麼勝出的呢 PS的對手一個是同期發售的四家土星 簡稱SS 另一個是晚了兩年發售的任天堂的N64 SS當時有著最強的性能 是市面上第一台32位遊戲機 雖然同是32位的PS 只比它晚發售了11天 但好歹也是第一台吧 在宣傳上還是有優勢的 同時SS還有光彩多目的遊戲陣容 VR戰士 VR特警 夢遊美國 櫻花大戰 索尼克 這些第一方遊戲當時各個都是一線大作 而任天堂的N64雖然晚了兩年發售 但憑藉著四面第一台N64家用機 以及任天堂強大的第一方遊戲陣容 也會給PS的中後期發展帶來打擊 但這時候PS的兩個優勢開始顯現 一個是低廉的定價策略 當時SS在美國的售價是399美金 別看399好像不多 剛公布的Xbox One X都要499美金 但那時候的399可不等於現在的399 那時候的399大概相當於現在的800多美金 這價格作為遊戲機可不是一般老百姓接受得了的 而索尼的PS就清零的多 只要299 這就讓PS在價格上有了巨大的優勢 還記得1995年的E3遊戲展 剛好也是第一屆E3遊戲展 索尼的展會在放完了各種炫酷的預告片之後 SEC的美國總裁拿著一碟演講稿 卻上台發表了E3至今為止最簡短的演講 他就說了一個詞 299 然後就留下瘋狂鼓掌的觀眾轉身離開 可見整整便宜了100美金 的確給PS帶來了巨大的前期優勢 而可以做到如此便宜 很大程度得益於索尼強大的工業製造力 和背後巨大的集團支持 不過話說回來 就算是PS的299算便宜的了 但在那時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也差不多相當於現在600多美金 可見在那時候遊戲機還是只有少數人 才玩得起的奢侈玩具 相比現在最貴的Xbox One X也只要499 生活還是美好了不少吧 而另一個優勢也是最能奠定勝局的優勢 其實在一開始是個劣勢 硬是被索尼轉化成了優勢 那就是遊戲陣容 畢竟索尼是剛起步 那時候是3家裡唯一一家沒有第一方遊戲的 而4家和任天堂 由於都是老牌遊戲開發公司 第一方遊戲本身就特別強大 但似乎第一方強大的公司 直到現在都有個毛病 那就是容易忽略第三方的重要性 而索尼由於一開始就沒有第一方 所以特別重視第三方公司 直到現在雖然索尼的第一方已經非常強大 但仍然很重視第三方的關係 唯獨在PS3前期有點自大而輕視第三方的時候 也為此吃了不少苦頭 在PSE的初期 《九度遼魔劍》為了拉攏第三方遊戲公司的支持 不斷的拜訪和遊說各大遊戲公司 可算是沒把腿跑斷了 但也的確拉來了諸如Konami的實況足球和《惡魔城》 南魔宮的三騎賽車 鐵拳和黃牌空戰等大作 如果以上這些還不夠重磅 那1996年發售的生化危機 就算是真正開啟了PS的重磅潮的來臨 不過還沒完 當時第三方遊戲里有兩張小丑牌 都握在任天堂的手里 那就是Square的《追逐幻想》 和安icus的《勇者鬥惡龍》 這兩個遊戲都是能左右整個日本戰局的國民遊戲 對了 這兩個公司當時還是分開的 但任天堂的SFC和N64都放棄了CD-ROM 這讓這兩個公司非常失望 而任天堂對第三方的自大和蠻橫 也讓他們開始有了異心 而《九度遼魔劍》深知 沒得到這兩個遊戲就不算取得勝利 他也知道Square對CD-ROM的技術興趣很大 並偷了大量研究成本 索尼就以此作為切入點 甚至不惜在Square因《聖劍傳說3》和《聖龍傳說》 這兩款大作都慘遭失敗後 給予經濟上的支持 最後Square在1996年的發布會上 宣布加入PS陣營 並展示了《追逐幻想7》的DEMO 給業界帶來了不小的地震 而安妮克斯方面 對任天堂失去耐心後 曾考慮過世家的SS 但他們很快發現世家 比任天堂更不在乎第三方 而索尼卻誠心的願意滿足 安妮克斯的漫天要價 看來錢還是最能打動人的 不過這也看得出索尼高層的名字 總之最後安妮克斯也宣布支持PS 並會在PS推出正統的勇者鬥惡龍續作 索尼又給了業界以及地震了 至此FF和DQ這兩張王牌都在PS手裡 PS這局勝並且一戰成名 PS1的成功讓PS的後續機種變得順理成章 在PS1發售後過了6年 PS2發售了 這次的敵人依然很厲害 仍然是來自世家的DC 仍然是來自任天堂的NGC 以及新出現的對手 或許也是未來最大的術敵 來自微軟的XBOX DC比PS2早發售一年 NGC是最便宜的遊戲機 XBOX則是當時硬件最強 網絡最強的遊戲機 現在回想起來 PS2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強大的優點 在如此紛亂複雜的情況下 最後怎麼勝出的 現在想想你有點不可思議 現在有人認為PS2是前期靠吹牛吹死了DC 然後靠DVD格式壓垮了NGC 再靠龐大的遊戲數量打敗了XBOX 這種說法有點馬後炮 也有點說得太輕鬆了一點 事實上PS2還是靠著強大的第三方支持 靠著那些數不完的第三方獨佔大作 戰勝了這場最關鍵的遊戲機大戰 特別是GTA系列更是幫PS2奠定了勝局 可見雖然玩家們總是喊著要更多第一方獨佔 但事實上有史以來都是得第三方者得天下 畢竟遊戲機拼到最後就是拼誰的高質量遊戲最多 而PS2的所有遊戲在此集結的口號和戰略 的確就是能打動玩家 最後我們都知道PS2不僅勝出 還成就了家用機史上多個至今無法被打破的紀錄 服役時間最長的遊戲機 長達12年 遊戲數量最多的遊戲機 將近12000款遊戲 以及裝機量最多的遊戲機 至今為止 PS2在全球一共賣出了1億5500萬台 這些輝煌的成績未來估計都很難有遊戲機能再起集 時光仍在飛逝 很快來到PS3的時代 相比起PS2時代的過關斬將 和現在PS4時代的一番風順 PS3時代從前期的微微可擊到後來笑到最後 反而是最值得去回味的 那時候的對手只剩下微軟的XBOX 360 任天堂的Wii雖然也射手強勁 但市場定位並不一樣 我們剛才都說了 PS從一開始的勝利 靠的就是合理的價格 包容的態度 友好的第三方體驗 虛心的姿態 以及一切以遊戲玩家觸發的戰略 但來到PS3時代 不知道是九多良部件開始自大了 還是整個索尼都開始自大了 初期的PS3開始違背這些初衷 價格高昂 態度強勢 堅持使用下流處理器也讓第三方苦不堪言 而且也不以玩家為核心了 總想佔領整個客廳 成為極大層的娛樂終端 一大半的功能和宣傳都不是放在遊戲上的 我至今仍然記得九多良部件這塊PS3說 PS3是一杯美妙的紅酒 是一輛豪華的跑車 是一個精緻的藝術品 但是天啊 我們真的只是想買個遊戲機而已 還有一開始說可以模擬宇宙的性能 到後來改成可以模擬地球 再到性能遠強於XBOX 360 到最後性能不弱於XBOX 360 等等這些可笑的宣傳 如果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小夥伴一定還記憶猶新 有時候消費者是盲目的 但不表示消費者是傻子 盲目和傻子是有區別的 盲目是因為任何企業的價值而故意讓自己不做思考的 去心甘情願地接受企業的所有好與壞 但不表示他們會像傻子一樣 相信企業的每個胡說八道 PS3就是最好的例子 過於不遭邊界的宣傳 不僅沒讓遊戲界外的人搞明白這是什麼東西 更讓遊戲玩家對PS3赤字一筆 這些舉動直接導致了PS3初期表現極其糟糕 九多兩部件也因此被卸任了SCE社長的職位 而另一方面 微軟的XBOX 360卻積極總結經驗 並學習PS2之前的成功戰略 放下了深知 討好第三方 專注遊戲 再憑藉找PS3一年發售 很快XBOX 360就優先佔領了大半的市場 過去PS1時代 索尼虛心求發展 而世家和任天堂卻自大高估的情況 現在似乎再次重現 只不過現在一心求發展的是微軟 自大自滿的變成了索尼 歷史總是那麼的相似 好在索尼早早的發現了自己的錯誤 在幻將平吉一夫之後 及時做出了調整 重新找回了專注遊戲的戰略 才在PS3的中後期穩住了局勢 最後的結果大家也知道 雖然不能說這一世代是誰勝出了 但PS3的確在後期發揮出了最強的生命力 誕生了如《最後的倖存者》等大作 不過好玩的是 現在來到了PS4時代 PS4完全吸取了PS3的教訓 完全複製了輝煌的PS2的戰略 低價 包容 友好 專注遊戲 而微軟的Xbox One卻開始玩起了高端 高價 捆綁 強勢 企圖覆蓋所有功能 最後導致Xbox One一開始就被PS4吊打 至今都還沒緩過進來 PS3時候兩代的情況現在又反轉了 歷史再一次跳皮的重來 我不知道這個世代到底誰會笑到最後 但是我知道 自大一定會讓你一開始就笑不出來 最後我們聊聊索尼的掌機 我在E3直播那會兒 不少朋友都表示希望索尼可以出新的掌機 其實我又何嘗不希望呢 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里 掌機這東西基本被熱電堂給壟斷了 從GB到GBA的輝煌幾乎是沒人敢挑戰的 而熱電堂在2004年更是推出了 雙頻可觸控掌機DS 似乎熱電堂的掌機霸言仍然在繼續 但索尼憑借著PS2在家用機領域打敗了熱電堂之後 很快就把目光放在了掌機戰場 想要給熱電堂最全面的打擊 在這個背景下PSP橫功出世 說到熱電堂的掌機雖然覺得很棒 但一直有種玩具的感覺 對父母來說 要他們買個遊戲機已經很難了 要再買個可以隨身攜帶的玩具就更難了 並且掌機就等於為了便携而犧牲畫面的觀點 也已經深入玩家心中 所以當我們第一次看到有著水晶般質感 屏幕也前所未有的巨大的PSP時 著實被震撼的不清 而它精緻的外觀和強大的影音功能 也讓父母更容易接受和願意購買 我還記得當我無意中看到年輕的女班主任 偷偷從包里拿著PSP玩的時候 那種彷彿抓住了班主任把柄的邪惡心情 是都沒有趣的 雖然在最後銷量上PSP還是不敵MDS 但也算是和熱電堂雙分天下 而且我想至少對我們中國玩家來說 PSP是另一個不亞於FC和PS2的時代 FC和PS2讓家家戶戶的客廳進入了遊戲時代 而PSP則是讓每個星巴克 每個麥當勞 每個有插座的地方都變成了狩獵的戰場 回想起來那個時候智能手機還沒有出現 而玩遊戲的風氣已經刮起 PSP這個技能彰顯身份 又能帶來獨特娛樂體驗的掌機 的的確確給中國遊戲帶來了全民遊戲的黃金時代 只可惜這個黃金時代擋不住科技發展的浪潮 PSP的後代PSV也是我至今覺得最喜歡 我個人認為設計最合理的掌機 卻敗得一塌糊塗 玩家們都說PSV是被3DS打敗的 更有說法PSV是被怪物獵人打敗的 其實我不這麼覺得 就像PSP在DS的重壓下依然能成功一樣 索尼的掌機和任天堂的掌機 爭奪的並不是完全一樣的市場 任天堂掌機的市場是遊戲玩家和低齡用戶 而索尼的掌機爭奪的是遊戲玩家和成年用戶 雖然遊戲玩家是重疊的 但不重疊的那部分卻足以讓兩個掌機各自生存 但索尼想不到的是智能手機的突然殺戮 成年用戶對大屏娛樂設備的需求突然被滿足了 導致PSV只能和3DS搶奪遊戲玩家的份額 而3DS專注的低齡用戶至今還沒完全被手機侵占 所以仍有很大的裝機空間 現在智能手機性能如此誇張 但3DS和2DS還能賣得不錯就足以證明了 所以就這麼這頭一減那頭一加 3DS和PSV的裝機量就那麼拉開了 怪物獵人只是表面上看上去是勝負的原因 說不定其實是勝負的結果呢 所以我認為 與其說PSV是被3DS打敗了 倒不如說PSV是被智能手機打敗的 而這就很悲哀了 因為如果是被任天堂這個公司打敗了 那下一次還能再接再厲 東山再起 但如果是被智能手機這個整個行業打敗了 那就好好想想 掌機這個東西在戰略上 是否還應該存在 不過好在任天堂的NS又給我們做了個好例子 只要和手機打差異化 主打體感 一機多人娛樂 以及多模式等手機現在還做不到的 掌機依然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能再次看到索尼那做工精湛 設計前衛的新掌機 好 聊了這麼多PS的過去 但還是有很多故事沒有聊到 畢竟20多年過去了 你要是這期覺得喜歡 我們以後再來慢慢聊 現在先放下 這個視頻先是聊了索尼是怎麼加入戰局的 然後是PS1是怎麼打開市場的 接著聊了PS2之後的路程 現在讓我們回到Gamker的角度 聊聊我對索尼的PlayStation的感想 沒有標榜的客觀 沒有絕對的中立 有的只是一個遊戲人對PS的感情 別看我現在做遊戲媒體 但其實我擁有的第一台遊戲機是XBOX 360 是不是覺得很晚的 主要是因為我的學習成績賊爛了 長年佔據年級倒數第一 所以沒有底氣讓父母買遊戲機給我 360是我自己開始賺錢買的 而在這之前主要是玩PC遊戲 畢竟電腦還是能找到藉口買的嘛 誒 對了 最近好像高考飛速出來了是吧 那插個題外話 考得好了就不說了 有不少考了不好的孩子來跟我訴苦 甚至有些鬧得要寻死 看著也是挺心痛的 我完全能夠理解你們的心情 但我想說的是 高考和成績真的不是你生命的唯一 好成績雖然不是沒有用 但是真的不能左右你的未來 所以不要被這一張小小的分數 打敗了你未來將近還有80年的精彩人生 希望考到不好的孩子振作起來 我們聊會所謂 我雖然很晚才買的遊戲機 但其實從FC時代就開始接觸遊戲 因為隔壁有個學霸大哥哥嘛 王叔叔的兒子 王叔叔也是對我非常親切 總是讓我去他們家玩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一路FC、SFC、MD、SS 都玩過 唯獨PS開始就沒有接觸了 因為王哥哥出去上大學了嘛 所以整個PS1和N64時代我都跳過了 等到後來PS2很火的時候才知道這個主機 要知道那時候電腦遊戲的表現力普遍不如遊戲機 那時候畫面最好的就是博德之門2 這種俯視角遊戲 所以我清晰的記得 當我在同學家看到最終幻想8和鬼舞者的時候 那種震撼真是尿都被炸出來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果然遊戲真的是第九藝術啊 從此就覺得索尼陣營的感覺是很藝術 雖然有點先入為主 但是後來想想好像還真是這麼回事 世家傳遞的是硬核 遊戲就是要挑戰要有血氣啊 任天堂傳遞的是歡快 遊戲就是要輕鬆要其樂融融 你們看任天堂的廣告就是滿是這種感覺 而旗下的作品大多也是這種類型 而微軟傳遞的是爽快啊 遊戲就是要火爆 好像好萊塢電影啊 他們的廣告和遊戲也是這種感覺 而索尼是什麼感覺呢 有點裝逼有點小清新 還有點時尚 涉及的類型也是最多的啊 我覺得索尼就是在傳遞藝術的感覺 就好像一開始索尼不是嫌做遊戲太low嗎 那既然做了就要把它做的高大上 這點尤其是在PS的廣告上表現的最明顯啊 PS的廣告總是最裝逼最不知所云的 你們看得懂現在這個廣告的意思嗎 看不懂就對了 看不懂才夠裝滿 所以索尼旗下既會有槍車球這種大眾遊戲 也會有暴雨超凡雙生這種互動電影 也會有啪打碰無限回廊這種印象派遊戲 而索尼的遊戲機掌機設計的也都比較精緻 而索尼的第一方獨佔遊戲 在藝術造詣和表現力上更是同時代最強的啊 所以傳遞不同的感覺沒有優劣 好不好玩也是見人見智 但索尼陣營的確是想把遊戲做得更藝術 也做得包容性更大 這種價值觀會比其他陣營的價值觀更容易傳播 更能夠吸引遊戲界外的人 並對遊戲改觀 這對遊戲界的幫助是巨大的 而索尼之所以會有這種價值觀 很可能就是因為一開始索尼進入遊戲行業的時候 變相商人而不是遊戲人 商人天生就會把自己吹去的高大商 商人天生就會向外尋找增量 這有好有壞 但這樣的確能夠擴大這個行業的市場 市場大了行業才能不斷進步 所以從索尼這個原本外行的商人 反過我們國內啊 面對這幾個瓜分了遊戲市場份額的商人 我們是不是也要反思下我們這種 商者必堅 堅者必壞行業的想法是否正確呢 要知道我們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些奸商有很大的功勞 而另一方面商人們 是不是也該正視下遊戲這個第九藝術 不要一味的想著在國內撈錢 讓我們這些核心玩家看笑話了 既然要做就選擇索尼做高大上年 讓業外的更多人對遊戲有了解 對遊戲有改觀 畢竟尋找增量才能長遠發展 好這期視頻就BB到這裡 希望各位喜歡 最後廣告 Gamker的新T恤 相對普蘇的基本款有黑色有白色 Logo是刺繡上去的 因為是刺繡 所以會有點形變 但這也是刺繡的特點 布料和整體裁剪也比上一款有了改進 特別是這布料很清涼很舒服 一定會脹癮的 並且白色也不會透明很厚實 當然包裝還是有B格的文件袋包裝 大家裝文件甚至筆記本都很合適 收到之後不要丟掉 成本不便宜的 商人總是要包裝的高大下點對吧 所以想要有B格的趕快 拜拜買吧 那是想要來的 那是想要來的 不然呢 i know you i know what a good day but it is long gone now when all the stars fell down it was a good day oh what a good day that day you broke my heart i loved you way too hard i loved you way too hard now I'm free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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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station i go i know